好 来开锅 在吗 哈喽 在的QQE看一下 嗯 还有呢 好 来 来 来 嘎 嘎 心里面 有没有风战呢? 彭涛 有没有风战 彭涛呢? 好,刚才我分析了一下圆码,我已经找到问题了 找到问题所在了,我不知道你们找到没有 你们刚才有看我的分析步骤吗? 关桥,你刚才看了吗? 后面没看 好,ok,来,我给你们分析一下,刚才 为什么 为什么我在这里面 为什么我的redis 我自己的这个redis 不是十几,十二 so options 看到的是这些什么 这些target option 而不是 嗯,官方的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三个,对吧 好,来看一下啊 嗯,这里出现的原因呢 在这里,在这个位置 就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self.get global option 或者,这个应该是获取这个target option的一个函数啊 就get getgoption 我们追踪一下这个函数 去看一下 它里面的语句呢很简单 就是,如果我们传进去的这个名字 这个参数 如果我们要获取的这个 嗯,选项的参数 不在这个global option 这个变量里面 这个变量里面 不在这个变量变量的值里面 那我就报错 嗯,如果在的话 就干嘛干嘛,对吧 就返回 那,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呢 现在它没有报错 就,它,它,它这里没有报错 就是 就是 有这个值 就说我们 就是我们用get getp getg option 去获取这个rhost或者rport 是这个rhost和rport呢 其实在这个global option里面 对吧 那为什么在 你可以点击看一下 让我们追踪这个global option 那它等于一个 嗯 一种类啊 就是叫re 叫order reorder 就是排序过的一个字典 啊,实际上本质它也是一个字典 它是用有序的字典 就是已经排序过的字典 它本是一个字典啊 这个类 对它 对这个类就说实话 然后往这个字典里面呢去 去加什么 加这个建筑对 然后再去看一下这里啊 是 如果当前的 protocol 当前的protocol的值 当前pro self.currentprox 那currentprox 它的值 怎么获取呢 它是通过获取一个getattr 对吧 这个方法去获取一个pro 呃 protocol 里面的值 那我们看一下 这我们自己写的redis里面 呃 getattr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 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获取这些什么 这个类里面的属性中的protocol 其实我们 我刚才找了一下 没有发现 我没有 我写了这个protocol 就是protocol 嗯 名字叫 protocol 我没有定义 对吧 比如说我没有定义这个protocol 里面的值 然后它默认的名字是 它有一个初始值是http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需要把它改成其他的值 然后这个 呃 类别的话呢 这里我写错了 类别的话应该是 这个 嗯 类别的话呢 是利用 我们是利用脚本 然后 写一个什么 把它的协议呢 是写成redis 而不是http 然后看这里啊 就是 如果你没有写的话呢 默认它的值就是http 就等于说这里会有一个初值 对吧 所以这个当前的 啊协议呢 就等于什么等于这个http 那如果 当前的协议等于http的话 那你看一下 那你看一下 这些target 就是global option里面的target refer agent proxy timeout 对吧 就是会出现这些选项 然后看下面是不是有一个else 否则 否则的话 它就会出现rhost rpod ssl 这三个选项 那我现在这里面 我们现在什么 是要获取什么 rhost rpod 选项 那我 那我们选项 我们选项这里面 其实上没有什么rhost rpod 只有这些 由于我没有定义什么这个protocol 导致 它定义的选项是这些 而不是我们下面的这三个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五个 而不是我们官方脚本的那三个 所以我只需要把protocol 然后给它加上去 加上去之后 加上去之后 定义成其他的 只要不是http 那我们就可以什么 再来测试一下 这个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redis脚本重新烤 重新烤一下 重新烤一下 然后再 额 list 脚本好像 那个位置变了 是 这个12 那我们用 用 12 然后收 option 这个时候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了呀 而我们 这些什么 这些option里面 这个rhost rpod 它的类型是stream 但它导了一个叫option stream的一个类 这个类实际上就是定义的 就是一个类 那初始化这个类之后呢 我们就定义了一个 字符串的一个属性 然后这个是port的属性 你看这里 然后这两个 这个是true 对不对 这三个 应该是这个位置 这三 这个是true 这个true 这个是false 对应了 这两 前面的两个是required的 就是必须要填的 后面这个是ssl 可以省略掉 可以 不用填 好 这个分析过程 看懂了吗 看懂了 扣个1 就是为什么刚才看不到那个target 看不到我这三个 要学会分析啊 就是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对吧 就是看到原因了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 再来啊 ok 看懂之后 我们再给你们介绍一下 如果我想通过模块选项的方式来定义的话 怎么来定义呢 如果我想通过模块选项的方式 就是有一个module option 对吧 我想在模块选项里面去定义的话 它的过程呢 是这样的 其实我上面有写 就是按照上面这个过程 首先呢 那我们需要去那个需要去呃一个叫connections 这个模块里面呢 去导一个older dict 也older的dict 这个类 这个类呢 我们刚才在那个 嗯 pock的圆 这里圆码里面也看到了 对吧 这是一个重新排序的一个字典 对吧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这个类的字典 然后 然后呢 再往下来看 在 在这里 然后我们 嗯 初始化这个什么类 初始化这个类 然后往这个类里面呢 加入什么 加入建制队 比如说 呃 当然这里其实我们应该去加嘛 比如说我要定义 我的redis的公钥对吧 那我就定一个pubkey 的一个参数 然后这个公钥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呢 类型这里啊 我们我我刚才是导了一些 这里本来是没有的 就是我们从它的api里面呢 导入可以导入一些类型 然后在官方的文档里面我也找到了 对吧 也找到了 就是类型呢 这里 有很多 类型 那比如说我这里其实可以传 就传一个字符串进去就行了 嗯 嗯 就一个opt 嗯 string 就导一个opt string 这个类型 然后这个是用来定义我们选项的类型的 然后我们在选项这里 我们这个pubkey的它的类型呢 是opt string 然后值 参数 那它的第一个值 是代表默认值 我们留空 然后第二个 参数呢是它的描述 比如说我描述一下 嗯 这个参数 表示我们要写入的 公钥信息 ok 那如果有其他的参数继续吗 继续去追加这个建计队 然后它是什么类型呢 我们就 嗯 出实话这个什么类型的一个类啊 然后最后如果都完成之后 我们把这个o return一下 返回就可以了 然后定义好这个选项之后怎么用呢 比如说我们在attack脚本里面 这里不是定义了这个类 定义了这个pubkey吗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pubkey 当然你需要先做一下编码 对吧 比如说你先做一个incode 这样子写 就是 get 就是self.getOption 那键呢 是我们在前面定义的pubkey 在这里啊 pubkey 然后对它的返回结果呢 做一个incode 做一个编码 这样就把它转成字节流 然后呢 再呢 用send发过去 对吧 再用send发过去 好那看一下这个缴子写好之后 拷贝过去 然后 console list use 12 show options 好 这里是不是可以什么 看到多了一个module options 然后我们的什么 名字叫pubkey 然后这里是描述嘛 代表我们要写公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set pubkey的值等于多少多少对吧 当然我这里填的不应该仅仅只是这个pubkey吧 应该还需要加那个 加那个config 不得config 是 什么 set对吧 set一个键 demo啊 然后把那个 公钥给它丢进去 把我刚才从那个 系统里面找到的那个公钥 把我本地系统那个公钥 idic.hub 好这个东西 复制进去 这样等于这一串 但我们用引号引起来 就把整个字幕串 复制给 这里不需要不需要等以后 空格隔开 看一下option 对吧 就可以了 然后你再攻击 去 set rhost set rhost 127.0.0.1 set rport 6379 intrq 那剩下的问题你们就自己排查吧 这个这里会有一些小问题啊 我们这里又不不过多写了 就按照这个流程嘛 基本上就按照这个流程 就是我们自己去定义选项的话 就是这样做就可以了 这里这里写错了 get p 我们当这里还没有send 这里还没有send send这个key 所以他他现在没有报错 他现在报错了 不是不是get p 直接get option 去拿到这个值 成功 中国律 去 是 用 找 点 然后再set那个 popkit 然后再attack 没有错 没有错 setpoption 它自己加的 就是我们去getpoption 我们用getoption 实际上就是获取这个 它会转到getpoption 就是有一个setgetgoption 一个setpoption getpoption就是模块的选项 应该是这里有问题 就这里不能够这样encode 这样encode之后 还需要转换一下 对吧 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 还要转换成这种形式 然后再发过去 但我们现在是没有转的 所以这里会有一些问题 好吧 那这个我们就还得需要调用那个什么 调用我们之前那个脚本 之前讲redis的时候 对啊 讲redis那个漏洞的时候 讲中间间那个漏洞的时候 我记得是讲过一个脚本的 对啊 用它来进行 进行这个字符的编码转换 转换这种 转换这种-x的形式 ok 然后你把那个转换转换之后 就可以就可以用 ok 这个脚本就讲到这里吧 有没有问题 然后没有问题的话 明天 明天的话 我们直接去看一下其他脚本 我们就不一个个讲了吧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讲了讲的这几个 能够写出能够写的话 基本上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他的内容其实不多 所以你可以看他圆码其实也不多 对吧 然后用法就这么多 然后我们基本上讲了 讲的这两天讲这两个已经把 大部分的功能对吧 都已经讲到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以后 就是具体 哪个漏洞要用什么方式去验证 要用什么方式去攻击 那你就按照了吗 按照这个相应的流程呢 我们去写脚本就可以了 ok 所以明天的话 我带你们过一下其他的脚本 对吧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难的问题 没有的话 明天过完脚本之后 我们就就剩下时间 就是你们自己把这个框架里面的脚本 熟悉一下 好不好 自己写 一定要自己写一下 这一写完之后 你可以 就说 你可以把之前的一些漏洞的 对吧 我们学过的一些漏洞 比如说Sircle注入啊 你可以写一个Sircle注入的这种 脚本嘛 这个模块嘛 写一个某一个模块的Sircle注入 来测试一下 对吧 比如说写一个DVWA的 这个Sircle注入模块 来验证一下 或者来利用一下 都可以 后上来获得 获取什么信息 我相信 这两个脚本 如果你会写的话呢 那其他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好吧 那这两个脚本 这两个脚本 还有哪些地方不理解的吗 你觉得就是 这个Redis 今天的Redis和昨天的Flink 然后建议的话 你们在写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这个 官方的这个文档啊 它其实写的很详细啊 就是 编写规范API列表里面通用的方法 还有返回字段 漏洞类型的规范 对吧 都有一个很详细的 描述 所以你在用的时候 可以参考一下 OK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谢谢大家 请问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